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先聊一下 我很好奇 新生代十九岁的永绪 你那个时候 我们直播公布 那个时候台风天 你在干嘛 睡觉 你在睡觉 所以公布入围的时候 你在睡觉 真的 我在睡觉 那时是下午五点多以后 你在睡觉 你这个觉有点 是晚觉还是午觉 我也不知道 那天就 就外面就风雨很大 然后整个浑浑暗暗的 然后我也就 也没办法出门嘛 因为这台风也怕会 风雨太大 我就想说 吃个午餐 然后做一下室 看一下书 泛蓝一下 对 然后就困了一下 然后起床看到手机 叮咚叮咚 就说是围了 然后就 那你知道当下你有 我不知道 因为通常十九岁 就是都会 有很多好朋友嘛 就是同学啊什么的 你有第一时间 很兴奋地跟同学分享吗 都是同学 我觉得很兴奋跟我分享 你真的太淡定 怪不得你偶像周杰伦 不是 不是淡定 就是 不错 哎呦 不错 所以就是旁边人很为你开心 对 旁边人很为我开心 我也很替他们开心 就是 关于他们很替我开心 我也很开心 但自己就是 还是会有点自我怀疑 就是觉得 自我怀疑 为什么你要自我怀疑 没有啊 就觉得 第一次演戏的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在更进步的地方 然后就有点觉得 哈 我真的可以到这一步吗 这样 我真的够吗 这种感觉 那你so far 目前为止 你有去看过跟你同期入围的影片吗 或者是去做一些功课啊 Google一下啊 到底我这些竞争 良性竞争对手 他们是演什么样子的戏啊 有 我大概科普一下 尤其是那个北影的时候 我有看新人 北影你也入围最佳女配角啊 是 我有看到那个又妃妹妹 对 妹妹非常厉害 对 你们这次又要相见欢了 对 他真的是好可爱 那时候吃入围酒会的时候 我在吃饭 他就走到我旁边说 姐姐 恭喜你 然后我说 谢谢你 好有礼貌喔 对啊 他超可爱的 然后而且我觉得愿意为一部片 然后剃光头真的是 真的是超级敬佩 你有没有找很多你的姐妹涛啊 亲朋好友去帮你支持一下 他们好像都不会真的跟我说 觉得我怎么样 真的喔 他们好像都是看完 然后自己 这样子 自己默默讨论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看完就说 蛮温馨 蛮可爱的这样 我也 也没给什么特别的评价就对 对 但我觉得同学们或是朋友们 愿意来 愿意去支持 对 愿意踏入戏愿意去给予你支持 就是最实际的行动 真的 而且有些还有特别挑我有QA的场 应后场 对 那个很重要耶 对 而且有几场是我第一次QA 然后我在台上就是超级紧张 然后我就在上面讲话 觉得是一点害羞 有点结巴这样 然后同学们就在下面 然后那感觉就真的差 就是差蛮多的 就是 可是应该也会算有种安全熟悉感吧 因为毕竟有支持你的这些 对啊对啊 朋友在台下看着你嘛 就比较有安心感这样 对就蛮开心的 所以其实既有一部电影 沙莉可以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永修 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契机啊 真的 那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在试镜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情形 试镜的时候 因为我在沙莉试镜之前 我其实是完全没有接触过 戏剧类的表演 就是我是第一次拿到有剧本 就是有台词 需要试镜的试镜本这样 是 然后刚开始看到试镜本的时候 那时候我好像 还在是某个晚上在做高中的作业 对 然后看到他说他 我要讲这么多话 我要说什么 我要怎么演这样 真的很紧张 你又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 记得就可能三到五天那种 没有到很久 还有些时间 不是当下 对 不是当下 好 但因为导演本身就蛮温柔 蛮舒服的 他刚开始有跟我聊聊天 然后跟我大概说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的故事 他们希望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 他们希望欣如是什么样的角色 跟他们拍摄的背景会放在哪里 什么台中的山上 介绍得很清楚 对 然后我就大概知道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背景的故事 然后就 试镜的时候我 因为我就真的没有觉得说 一定会拍或一定不会拍 我就想说那就试试看 很自然的方式 对 我就真的就是很放松 然后很自然 然后就试试看 然后就 就被选上了 对 就是 对 那又很开心吗 拿到算是这么 也算是蛮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觉得它是起承转合的 那个关键 就是它又是个开关 你知道吗 是 它是个开关让它的咕咕 也就是刘品妍可以勇敢的去法国追爱吗 对 所以说拿到这个角色之后 有真的就觉得 好 我要好好的认真的演出 因为拿到角色的时候 我还是对表演不是很了解 所以比起说很窃窃的知道我要做什么样的功课 比较像真的了解这个故事跟这个角色到底在做什么 因为我其实还没有很多的经验对于怎么准备角色啊 怎么表演那些的 所以比较多是建立在心理上的 就是了解心如了解这整个故事跟她和姑姑的关系 但其实心如她简单来说她就是一个有点小小的叛逆 可是她心目中非常的渴望爱对不对 她就离开了上海到姑姑的身边 那你觉得你自己本身的个性跟心如像吗 因为她是有点缺乏爱嘛 但我听说您的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在诠释上来讲 诠释心如来讲 会不会需要去做一些心情的转折 去适应那个心如她的环境 她那个本来的那个家里的状况 原生家庭的状况 对 心如是缺乏爱的 但是我觉得不管我们本身的自身家庭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都还是会有需要爱的某一些时刻或瞬间 就是原生家庭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的心情在生活中一定会有多少 会有很多次经过波折的时候 所以就算我的家庭给我够多的爱跟幸福 但是还是多少会有些时候可能 比如说像假如已拍摄的时候举例 我也是自己在拍摄现场那边生活一段时间 有段时间我身边也是没有家人的人 所以还是会有需要爱需要温暖的时候 那心如她的个性也是 她比较刀子嘴豆腐心一点 然后但是她也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很可爱的人 然后我觉得刚好角色14岁 我觉得14岁的女生也是活泼的话 我国中其实也大概是那样的个性 所以其实也 都有一点点小小的叛逆期 对 但其实我觉得我蛮乖的 但是但也是有时候会跟家人斗嘴一下 但是就蛮可以想象她的心情 因为就真的没有差到很多 像你看眼妍 对不对 眼妮姑姑 然后还有林柏宏 其实她们跟你都是蛮多对手系的 聊聊看她们跟你之间的合作 她们有给予你什么样子的帮助吗 或者是你们会不会特别去聊角色啊 或是聊一些 我们等一下可以玩什么样子好玩的东西啊 做一些小小的即兴创作啊这样子 在现场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拍摄之余都蛮常就是先聊 聊一些蛮生活上的东西 因为那时候我对台中这个城市 其实没有很可能 陌生 对 然后我就 我会问影言说 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 哪里好逛啊这样 然后跟柏宏会聊健身啊 你也太反差了 聊健身 因为那时候就是青少女嘛 到现在还是也是 可是就是 就去主吃很好 容易胖嘛 还好吧 你很瘦啊 没有 那时候真的是 每天都是三餐 就是吃完早餐之后 问你要午餐要吃什么 对啊 午餐完又有那个下午点心 然后晚餐 然后又宵夜 对 一路吃 超容易胖 然后我就问柏宏说 我想说他每天早上 好像都会去个晨跑啊 就是问一下说 所以你早上都去哪里跑步啊 你在做什么运动 好可爱哦 就是说其实在生活上 你也是在试着 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 这样才变成一家人 演起来才会有默契嘛 对不对 真的 那很好奇 你未来呢 就是未来你有没有特别 就是因为你看 跟你合作的演员也好 或者是柏宏也好 他们都得过奖 从这些前辈身上 你会不会有想过说 那我未来还想要挑战 什么样子类型的角色 或者你可能想梦想中 你可能会想要怎么去演出的角色 我其实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设限 但是我觉得 我想要演的角色 我大方向来讲的话 可能会是 我觉得我没有那样活过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演员 有趣的事情就是 我可以尝试很多 至少我以他有趣这个身份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当演员可以做到 就是我觉得 我做至少我今生今世做不到的 那如果我可以 体验不同的人生 是 对 所以我其实不会排斥任何的元素 不管是今天要我当贵妇 还是当一个平民 还是当一个什么 沦落街头的游民 那有想要当姑姑这个角色吗 演员这个角色 她就是个农妇 养鸡的 我觉得也不错 然后勇敢为爱 就是上网用APP去交朋友 我觉得也不错 你会现实生活中 你会是可以这样 你可以接受这样媒介认识朋友的吗 就是因为 心如就告诉姑姑说 你就下载一下那种什么交友软体吗 你自己本人是可以接受的吗 不排斥 但我自己没有特别偏好 因为我自己 我觉得讯息很麻烦 已经够麻烦 够多人在追了 还要跟人家配对 对啊 就是你聊天 然后还要一直打打打打打打 然后对啊 我觉得很麻烦 然后就变低头足 所以就直接叫妈妈帮你相亲这样比较快 不用叫妈妈啦 就是 朋友介绍啊 或什么都可以 对自己认识一下就好 啊 对啊 所以也不见得就是有这类型的发展 但是你可以认可这个角色嘛 就是说 心如叫姑姑 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去认识朋友 那就去嘛 去嘛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很OK啦 这个媒介是 就是现在 就现在毕竟网路是大家都在使用的 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这个媒介有任何的不适合 有什么问题 对 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 就只是我自己个人没有到太 偏好 对对对 像我蛮好奇的一场戏就是 后面情绪比较重 就自己跑去游乐场玩 就是 其实蛮心疼这个角色 哎 我很奇怪 我反而这个戏哭的好像都落在你身上 哦 真的啊 对啊 反而姑姑 反而姑姑的 落寞是没有的 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种 家庭的爱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 你知道吗 我就在在人生来讲 因为我自己本身跟我家庭的关系也很好 所以我在看那时候我就会想象中同理说 如果我今天是心辱的话 我那个时候我一定一定很受伤 那你在那场 那场戏对你来说印象深刻吗 还是说哪一场戏对你来说是比较 至今你马上回想起沙利 你就会想到那场戏的过程 那场戏确实是也是印象深刻 因为那场戏的拍摄时间 其实是距离拍摄 在台中拍摄那段时间之后隔了一到两个月 因为他们后来有遇到疫情的延拍 所以我们就不是在拍摄期的那个期间里面拍的 本来是可以在那一两个月里面拍完 但是因为疫情 就隔了一段时间才 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所有的状态都差不多啊 就整个 我也很意外居然哭得出来 因为那时候 没有那时候我是有一两个月已经就是回高中 然后继续当个书生这样 那个时候是高中生 对那时候是高三 然后我已经就是九月十月 对我已经那时候是九月十月 我已经回学校就是当书生一两个月了 然后还要再回去拍 对然后而且是拍最最重的一场戏 而且是导演在试镜的时候就给我的 他最看重的一场戏 那你有很崩溃吗 想说我现在已经老杨念书够累了 然后还要拍这么崩溃的情绪崩溃的戏 压力有点大啦 就是他在想说 我会不会就是这一两个月没有 没有接受镜头 然后就整个就很生疏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 好像就是衣服换好 然后装法弄好 然后回到那个现场 又变辛儒了 对就变辛儒了 另外一件事是我自己个人很好 因为我就说我跟我家人关系很好 那我知道你的关系也挺好 就是说因为爸爸本身也是非常杰出的 你用台湾接触电影工作者 对吧 就是汤哥 汤香竹 他这次也入围了最佳音效 你从小就算是 在这个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 那你看你现在你的旧度也是 跟创作 电影创作有关 但你现在又走到了演员这条路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好像这被注定下来 就是你就是要往这方向走 那未来呢 就是你现在得到了演员的肯定之后 你还会想要继续攻读你现在本来的 学的就是创作吗 对 因为我就读的是电影创作学习 但虽然我在学校里 我们还有分表演组和创作组 我是在表演组学习表演这件事 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幕后的 不管前期在拍摄 拍摄时期的工作要学习 还有后期 那像我自己对于拍摄期间 我对于可能像剪辑啊 或是可能剧本上的讨论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也是蛮有兴趣的 就我不会想要让自己太单一这样 不要太局限一向 对不对 那录音呢 从小的啊 因为真的啊 就是你就是像我爸爸以前 也在电信工作上班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只要跟电信有关的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啊 甚至演艺圈这些长辈啊 全部都会来问我 就是因为你就觉得自己好像 仿佛也是那一份子一样 也算蛮熟悉的 那你呢 你会对于这一块 你会就是也会觉得 那我搞不好也可以去涉略一下 录音确实在其他的在分享 可能美术摄影那些那些里面 我算是比较有兴趣 但是还是没有可能像剪辑那些 就没有就是比较多 想要更了解的地方 是就是 反正未来都可以多方面的尝试看看 对对对 还年轻 他刚才不就讲了吗 人家才十九岁洗脚水了 时间录还很长 也非常期待未来可以看到更多 不同于辛辱的作品 看到真的是汤永旭 好不好 这个新演员带给大家的惊喜 也祝福你跟爸爸一起 把金马骑回家 虽然家里已经很多了 在一起把马骑回家 再一起开箱 我觉得应该是更快乐的一件事情 好呀 谢谢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